海客设计与实施相关的讯息 又使收件者点开文件 就连台湾政府部门也深受其害 资料统计台湾政府单位每个月 被攻击的次数约2000万到4000万次 台湾被恶意攻击的次数是全球平均的两倍 来自境外的网络威胁 源源不绝的骇客攻击 却也让台湾练就一身资安功夫 总统蔡英文520演说将资安产业的地位 拉高到国家关键核心产业 台湾今年迈入5G时代 企业数位转型将迈入下一个阶段 自策会预期5年内资安相关需求 可能达到三倍成长 台湾数位安全联盟表示 民间联盟组织以及政府单位 都期待推动资安生态系 藉由主办国际资安大会 接轨国际资讯安全组织最新研究成果 协助台湾产业掌握全球发展趋势 新唐亚特电视高建伦张远亭 台湾台北采访报导 选择